近豪啊!杨子琼与73岁老公瑞士豪宅一世曝光!房子外观堪比欧洲城堡。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谭瑞·杨子琼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,小时候的她长相非常出众,曾经获得过马来西亚玄梅小姐冠军的称号。 但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靠脸吃饭的她,放弃了一个进入香港影坛的机会,反而去当一名吃尽苦头武打女明星。 拥有独特的气质,杨子琼被称为了新时代的东方女性。 她曾出演过很多动作电影,其中包括《警察故事》、《太极张三丰》、《卧虎藏龙》等电影。 凭借着这些作品,她逐渐地成为了武打圈中的一姐。 如今的杨子琼不光在亚洲享有盛名,在国际上也是占有一定的地位,她更是好莱坞电影的常客。 荧幕前的杨子琼光鲜两立,但实际上她的感情婚姻非常坎坷。 她一共有三段婚姻,前两段婚姻都已失败告终。 如今的杨子琼已经57岁了,她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16岁的老公,虽然两个人的年龄相差比较大,但是两人非常恩爱。 近日,杨子琼与富豪老公豪宅照片被曝光。据悉,豪宅在瑞士日被网。 照片中,两人在豪宅中合影,杨子琼戴着一副眼镜坐在沙发上,显得非常优雅大方。 从豪宅的照片来看,看似确实非常豪华,整个房间都是欧式风格装修的,大大的落地窗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,充满了文艺气息。 而家中最巨亮点的就是柜子上的赛车头盔,这是杨子琼老公年轻时候所佩戴的头盔。 老公年轻时是一位赛车手,获奖无数,如今已经是国际气联主席。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